哈囉 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中天晨報 我是孫穎玲 Good morning to all viewers around the world 我們來看看有誰來加入我們囉 我看到了松松 還有重力土包子 Kevin Wu也來了 還有這是呂姐 楊承睿 志成 Calvin Sim也來了 孫可華 還有這個是奧里斯 Berry Ma也來了 翻滾咖啡香的蘿蔔頭 有看到你是紅 Jean Chao 還有呢 Calvin Sim 鄭秋美皇 傑克 劉秀梅 他說他在吃早餐看中天新聞最棒 還有Scott Light也來了 命好命今天是趕上了第一班車 隱藏人物朱宗月 路過的TopGun 志成也來報到了 Master Yoda 陳一群 Runling Chu 中立皇藝術 許維琪 蘇瑪西也來了 還有陳辰哥 明德莊 Chip Park Delta 蛋塔 少立英 也都來加入我們了 那就歡迎大家陸陸續續的 加入我們中天晨報 那麼接下來最甜美的Morning Call 小湯圓要來幫大家讀讀報 我們先看到新聞頭條 當然就是最好的這個消息 我國的奧會 慧哥昨天是在東京國際論壇 展覽中心是悠揚的響起 舉重女神郭信淳 她是為台灣奪得了東京奧運的第一面金牌 郭信淳她克服了左大腿的傷勢 以抓舉103公斤 挺舉133公斤 總和是236公斤 在女子59公斤級是碾壓了各國的對手摘金 那這三個數字呢 也是在59公斤量級 也成為奧運的新紀錄 那也補齊了她個人金滿貫的最後一塊拼圖 郭信淳她昨天奪得了金牌 是我國代表團歷來參與奧運比賽的第六金 那昨天晚間女子舉重64公斤級的陳文慧 她也是以總和230公斤摘下了銅牌 讓我國代表團在本屆冬奧 現在是累計有一金兩銀三銅 超越了上一屆里業奧運的一金兩銅 也希望下一個金牌可以趕快到來 就可以改寫2004年雅典奧運 兩金兩銀一銅的最佳成績 好 持續關注郭信淳 十年某一件來形容她 真的是再貼切不過 2012年的倫敦奧運初體驗失利 那麼接著2016年的里約奧運 她是失望哭泣 2020年在東京奧運是榮耀加持 那郭信淳她風光的背後 要感謝兩個人 啟蒙恩師 普雅玲 以及陪伴她征戰國際舞台的教練 林靖能 郭信淳的基礎是由普雅玲打下來的 那中後期的訓練 則是要歸功於普雅玲的妹夫林靖能 是舉重女神生涯的第二位幕後功臣 那是普雅玲為母親 當林靖能為父親 郭信淳的舉重生涯 在滿滿的關懷當中是成長茁壯 而她也是用一次次的突破 一面面的金牌來回饋兩個人 也編織成了全世界最美麗的詩章 另一個焦點我們要來關注到的是台中彰化等縣市 最近是要開始幫他們的一些國中高中的老師 還有補教業以及公車司機 趕快安排他們來施打疫苗 但是卻是在昨天與中央地方的一會議之後 遭到了臨時的喊咖 那中央指出目前只同意造冊 但是沒有核准可以施打 所以要求還沒有施打的一律都要暫停 那中央第四輪他們撥下的疫苗量也銳減 面對中央現在要求停打南投縣長林明珍 他就說了即將就要開學了 九月就要開學了 那這些國高中以及補教的老師 都還沒有打到疫苗 將會有群聚感染的一個風險 那中央應該要趕快補撥專案疫苗 如果做不到就授權 縣市政府調配預約平台疫苗 那他不排除要串聯其他縣市長 帶著校長一路到中央來抗議 那南投縣教育處昨天他們也是再發文 催促中央應該要盡快的補足疫苗 以免出現了校園空窗期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普發現金到底有沒有要呢 那桃園市議會昨天是開出了第一槍 桃園市議會國民黨團 他們在27號臨時會中提出了動議 就是見請市長鄭文燦苦民所苦 普發市民每個人現金5000元 那獲得了五黨支持 儘管民進黨籍的議員他認為呢 桃園現在已經舉債超過了400億元 所以普發現金是相當的不負責任 應該是針對生活已經陷入困境的民眾 來直接的發放1萬元 但是經過大會的表決 最後還是以22比3通過了提案 那麼對此市長鄭文燦是表示他會尊重這些人的意願 再來最後一個焦點看到的是呢 中美天津會談才剛落幕 緊接著香港的南華早報就隨即透露了 這個大陸外交部的副部長新任駐美大使秦剛 27號他從上海啟程赴美上任 也成為大陸首位是沒有美國經驗的駐美大使 那臨行之前呢 其實秦剛他在上海北京 與這些包括了一些美國商會啊 環球影城以及若干中美關係智庫的學者進行交流 秦剛其實深受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信任 多次陪同出訪 那這個形成赴美 其實呢他會肩負緩和中美關係的困難任務 但是今年其實秦剛他在部分的外交場合 他的強硬的爭議說法 也引發了不少人的關注 那眼下拜登政府正將大陸是視為競爭者 而且是沒有跡象顯示 美國總統拜登短時間內 打算與習近平來會晤 那根據了解 美國的前國務次卿伯恩斯 預計將會出任美國的駐華大使 以上就是這節讀報提供給大家 台灣大學博士論文指出 封教具有抗腫瘤 抗氧化 抗發炎 免疫調控 抗病毒 以及抗菌活性 台灣蜂膠擁有豐富 Preneal Flavin 1 類黃銅化合物 具有強效誘導多種癌細胞 自我凋亡以及抗氧化的活性 台灣蜂膠之多分類 尤其是Propylene A 可以有效促進神經幹細胞存活 選擇台灣在地優良產品 安心有保障 以上資訊由JVITA全能蜂膠 濃脆膠囊贊助播出 中華英雄超級讚 桌球黃金混霜 林日如 鄭宜靜 芝洛四打敗法國組合摘同牌 這塊奧運獎牌 桌球界等了21年 台灣桌球再度揚明奧運 中天新聞與你一起 為中華隊加油 我們就持續來關注東京奧運 首先就是要關注的是郭信淳 昨天是成功摘金了 現年27歲的郭敬淳 是因為他的美麗還有善良 也獲得了舉重女神這樣的封號 但是其實很少人知道 他的出生跟童年都是相當的辛苦 也曾經在舉重的這一條路上 他是受過傷的 然而現在就是信念這兩個字 幫助他蛻變 如今已經是他的成功理念 郭信淳這次他出征冬奧 打出信念這樣子的一個口號 搭配的是 Your Believe We Believe這樣子的標語 靠著信念現在是意圓了 奧運的鍍金美夢 那麼持續關注 其實我們都知道郭信淳 他就是今年奪金的大熱門 那麼他真的成功在昨天 出戰女子59公斤 舉重的項目沒有讓大家失望 最終是以抓舉103公斤 停舉133公斤 總和236公斤的成績 順利奪下了金牌 也創下了奧運 連這個舉重的三紀錄 那這個也是中華隊 本屆奧運的第一金 那這回奪金 也完成了個人的金牌大滿貫 那台東的老家鄉親也是開心的 放鞭炮慶祝 看好了世界 中華奧運會期飄揚東京 舉重女神郭信淳的眼角 泛著感動淚光 因為他終於圓夢 站上奧運頒獎台的最高處 奧運金牌是郭信淳唯一目標 抓舉開把重量定在100公斤 郭信淳雖然三把只上兩把 但抓舉103公斤的成績 早把其他選手狠狠摔在後頭 來到擅長的停舉項目 郭信淳兩次試舉 125、133公斤都成功 已經提前拿到金牌 第三把140億公斤 郭信淳要突破自己的世界紀錄 很可惜沒能成功舉起 郭信淳摔了一跤 但依然露出招牌女神笑容 因為他仍以抓舉103 停舉133 總和236公斤的成績 奪下奧運金牌 也創下三項奧運舉重紀錄 舉出東奧台灣第一金 郭信淳台東老家放鞭炮慶祝 媽媽和親友相擁喜極而泣 狂賀女兒奪金 然後恭喜新陳 然後實現他的反觀願望 然後謝謝大家 對他的支持 會這麼感動 因為郭信淳一路走來並不容易 2014年亞運前的一次大傷 郭信淳不慎遭槓鈴壓到 造成右大腿肌肉70%斷裂 一度危機運動生涯 幸好郭信淳毅力驚人 熬過漫長復健 一次又一次震撼世界 逆轉人生再戰奪金 兩度出戰奧運都駭雨而歸 卻成了郭信淳傳奇之路的開端 他打遍天下無敵手 世大運 押運 世錦賽 郭信淳都如願豐厚 更是抓舉 停舉和總和的 世界紀錄保持人 東京奧運一舉摘金 完成金牌大滿貫 郭信淳會被傷勢從谷底爬起 站上世界之巔 台灣 以你為榮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目前東京奧運的獎牌寶 我們的中華隊 目前是一金 兩銀 三銅 這樣的成績奪下六面金牌 排名在第十三 第一名就是地主國日本 他們已經有十金了 總共就有十八面的獎牌 美國跟大陸分別就是位居在 第二跟第三名 另外可以看到包含的南韓 也是來到了第六名 那就希望我們中華隊 今天持續有一些比賽的項目 希望能夠繼續的傳出捷報 那麼另外我們要關心到的就是 我們的桌球教父莊智淵 好 東京奧運桌球單打16強賽 我國的好手莊智淵還有陳思宇 在昨天晚間他們是同時間登場來比賽 那其中五屆的奧運元老莊智淵 他遭遇的是埃及的選手阿薩爾 面對194公分高的埃及選手 莊智淵他是陷入了苦戰 最終在苦戰七局之後是以3比4 敗下陣來在16強賽止步 那陳思宇則是在女單16強遭遇的是 大陸的選手孫茲莎 那他最後孫穎莎 他最終呢 也是以直落四落敗了 所以兩個人都是在16強止步 好 另外持續關注到的是 舉重的國手郭姓淵他是不負眾望 拿下了59公斤級的金牌之後 緊接著呢 我國的舉重好手陳文慧 他也是站上了64公斤級的舞台 更是經過了一番激戰收下銅牌 而他的家人也透過電視的畫面轉播 除了為銅牌成績感到興奮之外 陳媽媽也是紅了眼眶 也透露對女兒滿滿的心疼 高舉鮮花愛奧運銅牌 國國舉重好手陳文慧在女子64公斤級 以抓舉103公斤 停舉127公斤 為國國收下本屆奧運第六面獎牌 而他的家人在台灣受款轉播 也一度摒棄凝神很緊張 喔喔喔喔喔 漂亮喔 陳文慧順利舉起127公斤之後 挑戰130公斤失敗 排名幾到第三 不過隨後對手紛紛挑戰失敗 也讓家人放鬆大聲歡呼 啊 太好了 太好了 陳媽媽更感動到熱淚盈眶 為女兒的辛苦感到心疼 最後比的那個真的看得很鋪色 可是這就是一個選手的路 比起銅牌我覺得更注重她的那個 她看她最後一把 那個腳是有沒有事這樣子 只是比起獎牌 家人更在意她的身體 陳弟弟眼間發現 陳文慧場上比賽的腳 有點不對勁 而陳媽媽最後也吐露心聲 每次比賽只希望 都要聽到女兒報聲平安 記者黃天耀 蘇惟軒 台北報導 中華英雄拿金牌 狂課 舉救女神郭信淳 抓舉 挺舉 總和刷新奧運記錄 為台灣拿下東奧第一面金牌 2024要再戰巴黎奧運再破紀錄 中間新聞和您一起為中華隊加油 中華英雄和全球最頂尖運動員都來了 淋漓盡致 激勵人心 拼戰到底 2021東京奧運最精采的中華隊加油 請鎖定中天各節整點新聞奧運特報 以及每天晚上8點21分 奧運最精采直播 我們要先來感謝斗內 這個是莊雲龍的斗內 他說小太太早安元氣滿滿 還有絕的斗內 他說practice makes perfect 他說致敬郭信淳 好那就感謝兩位的斗內 再來看看有誰加入我們了 我看到這個是邱明正 還有李國文也來報到了 逆流而上也看到了 他說不管有沒有得牌 中華竟然這次的表現都是太精采了 還有看到陸英龍也來報到了 Crateline 風舞音 金柯有看到你捷克羅素梗 OB1 Kenobi也來了 還有David Lin 這個是潘子毅 江碧珠 還有飄過的Joe Chen Barshan And David Calvallage也來了 好 Troy Chen 我知道你今天沒有旷課了 有看到你了 還有溫凱琳 Sam Ho DuckDuck Lee 還有許靜蓉 那就歡迎大家陸陸續續的加入我們 緊接著我們持續要來關注到的是 我們國內的疫情 昨天的時候全還是降二級了 桃園的疫情沒有降溫 昨天是新增了六例 單日本土確診數也衝上了全國最高 而且六例當中有五例是跟特殊交友圈有關聯 另外新竹縣是新增的一例 同樣也是桃園特殊交友圈的接觸者 霧炮車進行噴灑消毒作業 連路旁機車也全被消毒一遍 桃園特殊交友圈確診者 22號中午搭乘中立客運一路公車 由於這個路線往返桃園中立 搭乘人數眾多 就爬右城為防疫破口 27號桃園新增六例確診 其中四例是特殊交友圈染疫 兩例是家族群聚染疫 今天的六個個案都是在居家隔離的範圍內 全國疫情趨緩桃園單日 Z加6超過台北新倍成為國內單日本土最高縣市 而其中有五例源頭都和案15524有關 這整個案子已經有36人 所以它是一個很典型的病毒的傳播鏈 案15524交友圈複雜 不斷向外延伸 朋友在傳人給親友家人 甚至擴散到職場 總共造成36人染疫 另外還有一例案15695 為家庭群聚感染 足跡也陸續曝光 經濟人員在桃園龍山街進口商店門口 不斷來回攀灑消毒 確診者在23號中午 曾來過這裡消費 環保局沿路清修 特殊交友圈確診者持續累積 投市府沒有積極手段 恐怕社區隱形威脅 南蔣文 記者劉志展彭新美桃園報導 台灣不能夠只有一種聲音 中天會持續扮演好第四拳的角色 所有的斗內都是對中天最溫暖 也是最實際的支持 現在可以利用綠界斗內中天 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或是到中天直播聊天室制定 點取綠界斗內的連結 或是在中天影片下方的資訊區 找到直接贊助中天 第一條就是線上快速贊助中天 綠界金流 在綠界斗內金額百分之百歸屬於中天 可以接受信用卡超商繳款 以及網路還有實體ATM 請所有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善加利用 綠界斗內也可以留言 我們會把綠界的留言 秀在畫面最下方的跑馬燈 來表達對您誠摯的感謝 另外我們來看到美女營養師 魚豬青他常常在節目當中分享 怎麼樣吃才能夠吃得健康 又可以均衡營養 那下節目之後 其實更常用自己的專業 來幫助客戶設計營養透餐 動動腦壓力大 常常大到睡不著 那直到他接觸了自家公司的 這個產品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看 打開電腦 臉書的私訊裡 滿滿都是門診客戶的用餐報告 這是躲威診所美女營養師 魚豬青每天的工作日常 針對每個不同需求的門診病患 量身打造專屬的營養套餐 魚豬青坦言 這份工作動腦又傷神 也無法好好睡覺 工作壓力很大 因為像我們有時候 用腦會比較過度 或者是有時候寫文章 其實腦袋會很容易亢奮 尤其是像現代人 很多都是自律神經失調 我反而晚上睡眠的品質 沒那麼好 我可能半夜會一直醒過來 於是他就自己的專業知識 選擇了自家的封膠產品 自從服用封膠之後 其實我的各方面 包括睡眠的品質 包括免疫力 我覺得都比以前大大提升 非常的多 其實封膠它裡頭含的成分 非常多 包括像類黃銅類就非常的多 那類黃銅類最主要能夠 幫助我們身體的一些 新陳代謝 還有同時可以 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具有高營養價值 封膠是蜜蜂用來抵抗 外來病害的防禦物質 是常見的養生食品 醫學也嚴重發現 能抗病毒 抗氧化 為人類的健康把關 原物料 都有在法國的 Javita香氛保養品牌 它的全能封膠濃脆膠囊 結合台灣在地封膠和黑蒜 被譽為封膠界的精力湯 每天朗利 新lifestyle 請上快點購 聪明消費 中天嚴選 骨質疏松是可怕的隱形殺手 許多人拼命吃鈣補鈣 效果卻吸收有限 骨科醫師指出 關鍵在於活化造骨細胞 才能啟動骨骼的生長 身體才會吸收到鈣質和膠質 歐洲藥理學期刊發表報告指出 漢方蛇床子素 具有明顯增加造骨細胞活性 及促進骨膠原的功能 六周的細胞培養和動物實驗中 證實能夠有效促進造骨細胞 進而促進骨質的合成 改善硬骨流失和軟骨磨損 以上資訊由鼓勵部贊助播出 中天新聞 人民火大Call-in專線 每天下午4點5點 一放Call-in 聽你說 電話02-6600-0000 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Hello 大家早安 我們時間來到的早上6點20分 又到我們的氣象時間 目前可以看到台北市外頭天氣 真的是相當的好喔 但是今天北部跟南部的天氣 恐怕就會差的蠻多的 我們先看到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7月28號星期三 目前台北市外頭已經來到了29.7度 但是今天的降雨機率是60% 今天其實整體來說 全台的水氣是比較偏多一些 尤其是中午過後山區的部分 是容易下起午後雷震雨的 我們先來看到衛星雲圖 來關心一下今天的天氣狀況 那其實今天西南風是開始要慢慢的增強了 所以連帶著水氣會增加 所以中南部地區今天都是會下起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甚至南部地區可能是一整天都會下雨的 但是溫度的方面因為中南部地區 雲層量是比較偏多一些 所以高溫大概就是維持在32到35度左右 但是今天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都是非常非常的熱 甚至局部是尚看到38度左右的 我們再來看到高溫資訊圖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了 今天台北市是亮起了紅色燈號 也就是說這個溫度的確是有可能會來到38度 甚至38度以上的高溫 另外橙色的燈號就包含了整個北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 那今天花蓮跟台東一樣 還是有可能會出現焚風的現象 所以也還是有可能會來到38度左右的高溫 那另外黃色燈號的部分 就涵蓋了整個中部地區 那今天也都是有機會來到36度左右的高溫了 所以我們就要提醒所有的觀眾朋友 今天外出的時候防曬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尤其是北部跟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因為其實這幾天白天的時候都是不太會下雨的 所以當然感受上來說會比較悶熱一些 另外就是要記得一定要多補充水分 再來我們看到定量漲水日報圖 來關心一下今天的降雨範圍其實蠻廣的 那大部分像是中南部地區 是白天開始就有可能會下起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甚至南部地區這邊降雨的時間會拉的比較長一些 接著都要到中午過後的時候 其實整個山區的部分都是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的 那就提醒大家外出的時候 都要記得攜帶雨具 因為是包含了平地的部分也是有可能下雨的 到了晚上的時候午後熱隊流就停下來了 所以山區的部分降雨就會跟著停 但是中南部地區這邊因為還是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還是會持續的下雨 那就要提醒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這幾天都要格外的注意 因為我們來看到目前朝陽氣象局也發布了大雨特報 那麼是針對南投高雄還有屏東 那就要提醒尤其是高雄跟屏東地區的觀眾朋友 今天外出的時候也是要特別的注意一些路況的相關資訊 接著看到天氣走勢圖來關心一下未來的天氣變化 其實這一整個禮拜都會是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但是從今天開始西南風是增強了 所以包含了中部地區也會開始下起雨來 南部地區會有局部大雨或好雨 甚至降雨的時間會拉得比較長一些 到了禮拜六的時候除了受到西南風的影響之外 還有就是巴士海峽這邊會有低壓要開始發展起來 那也不排除有可能會成為下一個颱風 但是受到低壓發展的影響之下 天氣是更加的不穩定了 所以也會變得更容易下雨 那尤其是南部地區要特別的留意 降雨會來得比較大一些 那全台各地也都是有機會下起雨來的 最後關鍵字我們要來提醒大家 今天開始西南風是逐漸的增強了 所以南部地區降雨會來得比較明顯一些 下的時間也會比較長 那麼中部地區也會開始出現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另外北部跟東半部的天氣 其實沒有受到降雨的影響 所以天氣上都是比較炎熱一些的 那就提醒大家外出的時候要記得多補充水分 以上就這節氣象資訊 讓您出門上班穿衣服有參考 支持中天 支持幼症的好朋友 現在疫情嚴峻 你可能還沒有打到疫苗 但儘管如此 也請你好好的照顧自己 保護家人 在這邊我要推薦中天品牌合作紅伴 JB塔 他們的JB塔全能封膠濃脆膠囊 可以調節生理機能 促進新陳代謝 揚言美容幫助不睡 當然了 正常發揮所有的觀眾朋友 有裝熟優惠 現在買兩盒送一盒 我另外幫大家爭取福利 限定優惠500組 備送營養師名選一次 還有台灣小農純天然名單 佑正誠聚的邀請您 來加入我的會員 讓中間新聞 讓王佑正永遠正常發揮 中華英雄超級讚 狂賀台灣之光 台灣族勇士楊勇偉 勇奪奧運柔道銀牌 這是台灣奧運史上 首面柔道獎牌 也選下中華隊奧運 最速奪牌紀錄 中天新聞與您一起為中華隊加油 我們要來持續的關注我們的中華隊 在東京奧運的表現 先來看到是世界球後戴智穎 她在東京奧運的羽球女單 被視為奪金的大熱門 她目前已經奪下了小組賽的二連勝 下一場將會對戰的是世界排名41的法國選手 而其實戴智穎她也有在她的臉書 曬出了這個6秒的自拍影片 畫面當中其實她沒有說任何一句話 但是臉上的表情好像看起來有一點點的無奈 她在文章當中她是寫下了 聽到明天打早上9點 她說這個表情是台灣的8點 所以是今天8點的時候戴智穎就要上場了 那她就順便問大家 你們會起來看我比賽嗎 那有網友就覺得 可能是對今天的賽事期待又緊張 也立刻引起了網友熱議 另外持續關注到羽球的部分 中華隊昨天其實只有男雙的林陽配他們出賽 兩個人面對的是過去他們三次交手 都沒有贏過的世界排名第一的印尼組合 那麼其實他們奮戰了三局 51分鐘是以21比18 15比21 21比17勝出 也順利是以分組第二晉級了8強 也平了中華羽球隊男雙的最佳成績 另外關心到的是鄭宜靜 他才剛在奧運奪下了桌球混雙的銅牌 那人氣就是狂飆 但是也被爆出了千級的爭議 因為明明他是台南人 但是有網友就指控了鄭宜靜 他被台南市府剝奪資源 逼得他是無奈轉機到了台北市 那麼黃偉哲他在第一時間就趕快留言 澄清這個是不實的消息 那麼鄭宜靜他的父親也解釋了 他說會簽集其實是五六年前的規劃 更是透露了市長也希望鄭宜靜規劃回台南 希望這些謠言別再亂傳 桌球女將鄭宜靜剛為中華隊奪下混雙銅牌 21年來最佳成績就有網友爆出轉機風波 網友爆料鄭宜靜老家明明在台南歸人 卻簽集到台北市 怒控是台南市府剝奪桌球資源 逼鄭宜靜轉機 無法忍受政府一面沾光一面剝削 要市長出來面對 黃偉哲在臉書澄清都是不實傳言 這個先附集的問題其實在五六年前 我女友就有規劃在台北自殘 因為他現在是合附贊助的球員 黃偉哲市長也告訴了我 未來如果有規劃的話 他願意讓怡靜回到台南市 來一起來訓練選手 鄭爸爸出面幫市府攻後尾 另外一邊網友也加碼PO出 鄭宜靜和恩師林忠雄的合照 他從小桌球填詞過人 是桌球館唯一女學生 四五年級的時候 在國小就沒有對手可以練 我們就是看他也是態度真的 練習的態度真的很好 所以就破例收他 天資好又努力 小小鄭宜靜很快就可以跟大人對打 這一回成功奪下奧運銅牌 人氣狂飆 意外爆出轉機爭議 但就如家人說的 讓鄭宜靜專心下一場桌球團體賽 再為台灣奪下獎牌最重要 就要來關章拍展報導 前天晚上剛拿下奧運桌球混雙銅牌的鄭宜靜 她是在昨天早上當地時間九點出賽 不過賽前被看好了鄭宜靜 她卻是不敵新加坡的選手直步32強 她的父親也相當心疼女兒 表示可能是休息時間太短了 影響表現 醒的時候她那些檢驗她會拉長 因為她有核傳檢驗嘛 那些劍PCR 所以說很多的事情 並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啦 所以說我們也想說 讓她睡眠 睡眠瘡足一點 但是你看昨天晚上比賽完 跟中國又打 他們又打了七局 然後又再來搬甲 然後你又再來要檢 等待了要檢 然後結果 然後再回到飯店 然後洗一洗再休息 頂多四個小時 我算算也差不多啊 你在比賽之前 我說一半一個 提早一個班小時 在比賽場地 你要做樂身啊 你還要訓練啊 比賽前的訓練 這一定都要的啊 所以說 包括小林同事也要 這次都 賽程安排很緊 因為沒有辦法 這單打應該是昨天早 昨天下午就要打的 所以她已經延後了 所以說 鄭教練 家人一定的教練 有跟東奧競賽組 提出這個要求 跟趕時間 但是東奧的回答 因為賽程已經延後掉了 已經累到了 然後每一棒 中華英雄和全球最底肩運動員 都來了 淋漓盡致 激勵人心 拼戰到底 2021東京奧運最精彩 中華隊加油 請鎖定中天各節整點新聞 奧運特報 以及每天晚上8點21分 2021奧運最精彩直播 好我們再來看看有誰加入我們咯 這個是愛情鳥 還有賴瑞銘 我有看到你 還有黃文盛 他說早安小唐人好 文盛有看到你 早安 還有哈雷騎士 他是說中華隊加油 好 加龍 我也看到你來報到了 四十百在眼前 李孟凡 還有呢 這個是趙劍潭 愛情鳥 也看到了天天天藍 還有這是中立黃藝術 我也看到你了 還有朱朱 好 中立黃藝術是說 比賽結果就是這樣 這都是考驗臨場的表現 另外還看到了鄭瑞英 還有楊雲也來了 這個是DH李 還有隨興化 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也看到你來加入我們的 謝松妹 余皓君 馬維拉 那就歡迎大家 陸陸續續的加入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是 現在呢 台灣防疫雖然是降級了 但是很多民眾這一陣子都是宅在家 整天吃吃喝喝 防疫新冠胖也因此早上升 不過現在有業者是利用了 諾貝爾級的材料石墨烯 做成了雕塑身型的速崩褲 穿上它10分鐘 就能夠達到30分鐘的運動效果 防疫三級警戒 健身房都關門了 民眾無法外出 待在家 新冠胖也跟著找上門 靜大以出的話 那熱量就會累積在你身上 體重就增加 防疫雖在家 很多人都選擇在家做運動 不過可別小看 我身上這一件褲子 因為它號稱穿了10分鐘之後 就有30分鐘的運動效果 穩定肌群的方面 就是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它的我們脊足會緊繃 穿了那個舒服物 它可以包覆住我們的脊足 然後可以減少它的晃動 然後促進血液的話 它可以舒緩我們那個 炎齒肌肉的痠痛 OK 白痴 OK 白痴 好痛 別看它感覺一般般 布料材質 可是加了諾貝爾物理醬的原料 石墨烯 它在紡織品上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傳導性 特別加了一個材料 它是自有自衛恆溫的功能 如果當溫度高的時候 石墨烯可以將人體的熱量 快速的排出體外 可以達到兩種的效果 很多女生都很忌諱說 穿褲子的時候 旁邊的肉肉會被擠出來 就像這樣子 但是這一條褲子 號稱舒風褲 它可以教唆我們的身材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這樣穿上來 肉肉都不見了 像我這麼胖都可以穿了 然後穿起來很舒適 又彈性特別好 穿起來它也不會像壓力褲 這樣子難拉 很好拉 所以我們的這個產品 它一年四季以後 都滿適合穿在人體組上 S到2XL 都是可以穿的 PP石墨烯懶人速崩褲 成了防疫期間 民眾對抗發福的好戰友 這一節全球現場 我們來關注是美國國防部長 奧斯汀出訪了東南亞 那在演張當中 他也講到了 美國是願意協助台灣 強化防衛力 就把時間交給欣一姐囉 好了 美國鬆綁口罩令 我們先來看 這一部分才兩個月 現在因為Delta變異株疫情 在各地蔓延 從中央聯邦政府開始 說是要收緊口罩措施 包括總統拜登說 他正在衡量是不是 應該要強制聯邦政府雇員 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現在白宮新聞秘書莎奇說 政府其實還沒有確定 拜登要強制聯邦雇員 接種疫苗 因為他還在想 這個部分是不是合法 而拜登在白宮 發布另外一份聲明當中說 他計畫29號宣布 下一步的措施 要讓更多的美國民眾施打疫苗 拜登是在CDC5月13號宣布完成接種者 可以摘下口罩之後 他就很少在公眾場合佩戴口罩 而白宮例行記者會上 其實也取消了梅花座 增加參與記者會的記者人數 而且包含官員和記者在內 大部分人都是沒有戴口罩的 現在彭博社報導 美國過去一個星期的死亡人數 大為增加了48% 而一天平均239人死亡 住院人數也在增加當中 CDC指出Delta變異株病例 佔全美所有已經基因測序列的83% 另外因為病毒在室內空間迅速傳播 美國疾管預防中心的政策更是法夾彎 原本5月更新的防疫指南當中指出 已經完整接種疫苗的人 除了搭乘大眾交通運輸之外 在醫院這些有例外 在室內大部分的情況以及室外 是不需要戴上口罩的 但是一直到上個星期 CDC都還堅持這項決定 Delta變異株現在改變了CDC的態度 路透社和華盛頓郵報都報導 美國CDC主任瓦倫斯基將會宣布更新防疫指南 逆轉口罩政策改為 建議已經接種疫苗的人 在室內一些情況下 還是必須戴口罩 因為根據CDC提出的最新數據顯示 已經接種疫苗的人 感染Delta變異株之後的病毒量 還沒有接種疫苗感染的人相當多 更令人質疑說 這個打過疫苗的人 在感染後的病毒傳播率 現在美國新增的確診病例 超過九成都是感染Delta變異株 尤其是疫苗接種進度緩慢的地區 現在是感染Delta的熱區 專家先前也建議將戴口罩 是不是戴口罩 和當地這個疫苗接種率 還有平均人口感染住院率 這些指標全部都掛鉤 這些指標是被認為 在評估疫情擴散程度上 比平均人口感染病例更為可靠 那根據病毒學這個期刊 最近有一篇報告就說 感染變異株Delta 這個患者在第一次檢測病毒量 是去年第一波疫情患者的1000倍 散播的病毒量也更多 因此造成這一型的病毒株的傳染力 大為提高 那麼以色列是在6月的時候 也是因為Delta病毒株造成疫情反轉 恢復了才解除10天的強制戴口罩令 接下來我們要先來看一下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上任之後 第一次訪問新加坡 他在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 IIS舉辦的這個 富利敦頓潭發表演講 奧斯汀他強調 美國和盟友夥伴的合作關係 以及提倡開放自由的區域 同時奧斯汀也指出 印太區域看到一些不符原則的行為 點名中國大陸批評大陸 對南海的廣泛海洋主張 沒有國際法依據 也指出大陸不願以和平方式 解決紛爭 不僅是在南海議題上面 也包括以軍事動作脅迫 台灣民眾 美國和台灣合作 願意協助台灣強化抵抗威脅的能力 而針對中共軍機的軍艦頻頻繞台 奧斯汀也回應 說沒有人願意看到 關於台灣的現狀被單方面改變 那我們現在來聽聽看 美國國防部長在新加坡的演講片段 不僅僅在這裏的地步 再来看的是越南卫生部通报新增 7911例本土病例 已经是连续5天 每天都有超过7000人染疫 值得注意的是这当中说 昨天27号有大约1000例的 社区感染病例 而其他都是在封锁区内 传出来的感染病例 越南官员说 越南已经和日本制药公司 盐也议签署了疫苗计转合约 以计转生产的方式 来进行新冠疫苗的生产 但是并没有透露 而全越南63个省市 现在说已经有62个省市沦陷了 超过11万人确诊新冠 印尼卫生部也说 印尼原本是以科兴疫苗为主的 这个接种计划 现在也正在考虑 要实施第三剂加强针的计划 因为印尼的研究显示 两剂大陆科兴疫苗产生的抗体 随着时间慢慢减少 印尼说根据这个星期发表的 一项临床研究数据 接种第三剂疫苗将有很强的加强作用 可是研究人员也声称 现在还不清楚抗体的减少 是不是会影响疫苗的效力 而免疫咨询委员会 现在建议在接种第二剂之后 12个月要施打加强剂 可是也没有表示 会采用哪一款疫苗来作为加强针 从6月以来 印尼已经有几百人都是医护人员 染疫死亡 其中大部分都是完成接种 两剂的大陆科兴疫苗 跟大陆有关的是 大陆昨天27号也有公布疫情 新增31例本土确诊 而且都是来自江苏 南京也通报 引发这一轮的疫情 就是Delta变异株造成的 南京市的疾控中心CDC说 Delta变异株有新的特点 请注意就是几个 包括这个对身体的适应力增强 传播速度加快 病毒载量比较高 治疗时间比较长 也比较容易发展成重症 而这次疫情大部分 和南京路口机场高度相关 疫情的破口是 机场外包公司的清洁人员 还说经常在日常监管当中 并没有做到位 没有把境外和境内的清洁员 进行严格的人员分隔 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最新公告 现在全南京市零售药店 要暂停贩卖 退热 止咳 抗病毒 以及抗生素等四类药品 同时全南京市也要暂停 KTV健身房电影院 游泳馆酒吧 习域 还有麻将馆棋牌室 这些密闭场所的营业 搭乘公车也要验马扫马 现在在日本东京奥运的现场 日本网球名将大阪直美 也是东奥开幕式的 点燃圣火选手 在女单第三轮赛事 爆冷门出局 她坦言说输球感觉很糟糕 想把金牌留在地主国日本的压力 真的有点太大了 澳洲的世界球后八地和白俄罗斯好手 沙巴连卡相继出局之后 大阪直美就表现失常失误连连 比赛68分钟吞败 手握四座大满冠金杯 大阪直美说 每一次输球都会很失望 她说一切都搞砸了 如果你有看比赛的话 那可能就有看到 我感觉原本十拿九稳的事情 现在却变得没有把握了 大阪直美在五月的时候 曾经说过 因为自己心理健康问题 拒绝出席网网公开赛的记者会 因此当时就遭到罚款后宣布退赛 之后也选择不参加温网 同时她透露她自己 是为忧郁症所苦 但是会回到日本来出战冬奥 她说因为这一次是第一次参加奥运 所以压力有点太大 同样因为心理因素的 还有这一位 美国体操天后拜尔斯 她是2016年 里约奥运四面金牌得主 她说是因为担心心理健康 因此才退出 冬奥女子体操团体赛的决赛 拜尔斯说体操不是一切 但心理健康比运动更重要 因此她要必须关注自己 24岁的拜尔斯 在俄罗斯对击败美国队 夺得金牌之后说 他必须做出对自己而言对的事 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心理健康上面 而拜尔斯在比赛开场的 跳马项目表现 说是乏善可乘 随后他短暂离开竞赛的场地 但是美国队这个时候就立刻换人 当他回到场地上的时候 也没有再上场 拜尔斯说 他在跳马项目之后 就感到非常的失落 有必要就在这个地方打住 同时也强调 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并不是教练的决定 拜尔斯说他曾经遭到 美国体操代表队前队一的几百 就是性侵了几百名的选手之一 公开谈论他跟忧郁症搏斗的一个经过 他同时在冬奥登场前也说过 他自己来到冬奥之后压力就开始变得很大 最难堪的就是他觉得 他现在不是在为自己做体操 而是为世界其他人而做 说这段话的时候 其实拜尔斯就哭了 一度是忍住泪水 甚至还强忍着跟队友开玩笑 你想知道最大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或者是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吗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天电视频道首页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按赞 分享开启小铃铛 而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 全球大视野 想知道真相 想出到真话 最强的监督 最好的选择 中天新闻 新闻随时随地带着走 国内全球信息一早抓 从天上飞着地上走的 草原爬的 水里游的 从政治经济国际 网络猎起 社会案件 生活讯息在中天Facebook 统统都可以带着走 中天新闻可以用听的 这样我就更生气了 看的 读的 与亲朋好友 一起分享 请大家一起支持 中天新闻脸书 按赞 追踪 一起支持守护中天新闻 天独的力量 我们先来感谢抖内 这个是黄文胜 他说给气质好又很正的小汤圆加油 好感谢你 还有呢 Trey Chan 他说感谢小汤圆 最近中天新闻人都辛苦了 中天加油 他最后是说中华队加油加油加油 好那就感谢两位的抖内 然后呢 我还看到这个是谁 张强 还有周V后也来报道了 再来看看 还有谁呢 这个是useruser 迪欧娜威 有看到你了 好 Mika Hakkinen 我有看到你哦 然后呢 陈薇 还有呢 薇薇令 然后还有谁呢 这个是林洪丽 还有谁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是季季景颖 好还非常难念的名字 然后呢 赵建坦 有看到你哦 李孟凡 还有呢 这个是许世伟 还有谁呢 再来看看 这个是James Lee 路过的Top Gun 孤兵楚洋 也来加入我们了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 陆陆续续的加入我们中天晨报 那么接下来这一集的台湾大小事 我们先看到的是 台南市新营区 27号晚间8点的时候 惊传了洗手台 爆裂伤人的意外 一名10岁的女童 她在浴室的时候 脸盆是突然碎裂开来 造成了她的手和臀部都被割伤 那台南市消防局 获报之后赶往现场 不过索性女童 她的意识相当的清楚 也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已经送往了 卫福部新营医院来治疗 另外看到是22号清晨 桃园有一名男子 他因为行车不稳 还没有系上安全带 就被拦查 那当时车内 还疑似有一盒这个枪支 警方就要求 驾驶赶快打开 但是男子 他是拒绝盘查 甚至还怒吼警察 胁迫我 那事后他的朋友 还上网发文来偷拍 但是引来了网友 一片哗然 男子行车不稳 用梅西安全带 遭四名远警 包围栏茶 没想到过了几分钟后 却又在同个巷子 狭路相逢 远警甚至怀疑 男子车内有放违禁品 你不要一直拉我 我没有带违禁品 你不要一直弄我 你弄你弄你要怎样 你不要给你开单来 温西安全带 好 开 开 开 我被开了好几次 都是坐在车上开 远警在过程中 试图将民众拉下车开单 但男子依旧敌死不从 双方火爆情绪 涨到最高点 你干嘛一直这样子 你是搜索干嘛 谁让你搜索 这里为什么不下车 我为什么要下车 车上有料啊 你抖成这样子啊 22日凌晨2点多 桃园一名林姓男子 行车不稳 又没系安全带 叫醒方上前蓝茶 还在车上发现墙枝 之后又因占用机车停等区 加上乘客没戴口罩 耳朵开单 双方因此发生争执 当时男子的朋友 似乎将影片PO网讨拍 没想到网上却一面倒 认为车主自己犯错不承认 还有人表示 都有毒品咖啡包了 把枪装在玩具盒里卖也不奇怪 一违反道路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及传染病防治法 自担举发 民众违规在先 却反向警方执法过当 捕网批评 这下不仅讨牌不成 还得吃上罚则 为自身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刘志展昭 佩宇 桃园采访报道 再来我们看到是 昨天中午的时候 国道中山高 高雄科学园区的路段 有一辆物流车 因为超车不剩 结果擦撞到了前方 进口的轿车 再撞上的是 千万超跑麦拉伦 最后再撞到了半连接车 这一桩真的是惨了 麦拉伦光是维修费 一组车灯就要60万元 跟一辆国产车是一样贵 全部加一加 至少是破200万元 物流车行驶高速公路 内线道 但不明原因 突然变换车道 不小心擦撞进口轿车 千万超跑 还有半连接车 四车连缓撞 麦拉伦前保险杆撞凹车 能破裂 引擎盖隆起 撞得可不轻 白色进口轿车 后保险杆跟车灯撞破 调查发现 肇事的就是这辆物流车 他应该是先撞到我们吧 然后他散不起 车祸发生在中午10点多 中山高北上高科路段 进口轿车行驶内线道 但因为前方车流大赶紧减速 后方物流车没注意 变换车道时 先擦撞进口轿车 失控打滑 再撞到中线道超跑麦拉伦 最后撞到外线道 半连接车后才停下 跨越三线道撞了三辆车 被擦撞的超跑来头可不小 是曼拉伦GT 新车钢签三个月 售价1260万起 时速0到100公里 只要3.2秒 被撞坏的一组车灯 要价60万 前保险杆50万 引擎盖80万 工钱还在评估中 初步估计 维修费至少破200万元 物流车疑似超车 不小心连撞三辆车 其中一辆还是千万超跑麦拉伦 200万维修费怎么办 如果没有超额保险 肯定不够用 只能自己花钱善后 记得离亲王书宏 高雄导 另外我们先感谢两个斗内 一个是命的斗内 还有孤英楚阳两个人 都是传了柴犬的贴图 那就感谢两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 针对了郭信淳 他在夺金之后 是与教练雄抱 并且他是露出了一个挣扎的表情 让不知情的网友 以为他受到了性骚扰 还说他这个动作相当的恶心 让教练他承受了委屈 为此郭信淳 他就亲自说明了这件事情 他就说了 其实完完全全都是在闹教练而已 请外界是不要误了 误解两个人的师徒之情 那恩施林静能 他这11年来 两个人的相处模式 其实一直都是很好笑的 从一开始很怕教练骂人的小孩子 到现在反过来是会一直闹他 跟他玩 那石精神 对他就说了 那他就说呢 这个当下他的反应 其实就是想要闹他的 所以才会出现一些搞怪的表现 所以提醒大家 是不用太过的担心 另外来看到是印度媒体 他们引述了匿名的消息来源 就表示了呢 在东京奥运女子举重49公斤级夺金的大陆名将侯智慧 他现在是被留在东京做禁药反应的抽查 那么如果真的被验出了禁药阳性 那拿向该量级的第四名的我国女将方婉林 他是渴望可以来逮捕获童 那获得银牌的印度媒体 他们是相当的重视这件事情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还没有确认裁剪的任何的结果 另外我们回过头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国内的疫情 那昨天降级之后也开放了内容 像是在屏东的后壁湖 就涌进了大批的游客吃海鲜 但是景象也让人是看得傻眼 除了呢 是有梅花做 但是他们桌上的菜肴是共食的 甚至也没有任何的隔板 所以明显就是违规了 甚至还有客人 他们是想要11个人这样子做一桌 业决就表示了 第一天上路 其实他们对规定还是相当的不熟悉 才会因此手忙脚乱 后切剩鱼片一块块冰凉鲜甜可口 热炒料理再来一锅鲜鱼汤 疫情降级屏东后壁湖 中午时间涌入大批游客大袋美食 仔细看大小圆桌虽然相距两公尺 也都有梅花做 但却没有隔板 而且大伙人一起吃盒菜 不减共食 还把隔板放地上内容不合格 OK 我失败就好了 没有 工地到现在还要第一次出来 然后刚做第一天觉得统忙脚乱 然后好像这也不对 虽然业者立刻改善强制放隔板 但共食问题还是没解决 甚至有一团游客11个人 想全部挤一桌 被店家拒绝立刻掉头走人 11个 然后也太小了 除了后皮湖海产店 屏东市区的早午餐店也发生 妈妈带着两个小孩吃早餐 蛋梅梅花做也没有隔板 同样不合格 但是在高雄 同样是早午餐店 一张桌子只坐1个人 桌子间隔1.5公尺 整间店只坐4个人内容合格 台南知名羊肉店因为隔板大缺货 买不到也是一桌坐1个人 桌子间隔1.5公尺 同样合格 说实在话 很多店家生意还是一样非常不好 店家生意看似好转 还是跟以前差很多 但有内容就有希望 只能继续撑下去 等疫情完全紧风 记者南部综合报道 我们全台在昨天降为二级警戒 那桃园的大型水族馆Xpark 也是恢复了营运 一早就有不少的家长 是带着小朋友进场 另外在大江购物中心 也恢复了让民众内用 但是民众是必须要拿到 人流管制卡才可以进出 企业在水面上游来游去 蹲断手脚加上圆滚滚的身体 超级萌 桃园人气景点Xpark 闭馆60多天 重新恢复营业 连小朋友都兴奋的在水族箱前 跳起舞来 他们等很久了 他们一直都很喜欢水族馆 多久没有带小朋友出来 两个多月吧 快散散步驾 重启第一天 仅有三两家长带着孩子进场 与日前天天大排长龙的盛况 差很大 露天水槽前更是空荡荡 小朋友近距离看得目不转睛 不用人挤人 瞧角度就能排除美照 民众抓紧机会 快门按个不停 厂内除了控管人流 用餐区防疫也不马虎 除了隔板和桌间距离外 客人一离开 工作人员立即拿起酒精抹布擦呀擦 而桃圆其他商场也陆续恢复 民众内用 人少了 可能就是没几个人排队就去销了 现有内用的时候 疫情也没爆发 那现在应该不会怎样 桃圆经过店家乐福 美食街全装上隔板 但解封第一天人无人上门 另外大江购物中心也重启内用 民众端着热腾腾的美食回到座位 进入内用区还得先看号码牌 大江每时间严格管制人流 最多仅开放365人 但四人一桌的受洗烧锅物 为了防疫距离 恐怕得一人吃一锅 疫情降回二级 各大景点餐饮业重新开张 业者只能做好防疫措施 避免病毒入侵 二度重创 记者刘志展彭新美桃源报道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的是 中央疫苗意愿登记系统 昨天下午两点的时候 是重新开放了 并且就是新增了 国产的高端疫苗这个选项 那供20岁以上的民众 可以来进行选择 开放的第一天 只有37000多人是单选高端 那大概是占整体登记的0.5% 另外前天是再创了单日接种人数 新高29万多人 累计接种人次 更是突破了700万大关 另外来看到是我国自购的 1000万剂的AZ疫苗 昨天第四批已经抵达台湾的 那数量是58.2万剂 加上美日等国捐赠的疫苗 国内现在是有948.46万剂的疫苗 但是至于我国采购的 505万剂的莫德纳疫苗呢 现在就发现了 外媒报道 南韩的卫生官员表示 目前收到了莫德纳公司的通知 因为生产出了问题 原定7月要供货给南韩的疫苗 将会延迟到8月 也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 好那昨天疫苗的预约平台 上午开放到第四轮疫苗的接种预约 许多民众都在等待讯息 但是很多人都发现 多了高端疫苗 但是不愿意选择 就是不想成为白老鼠 华航班机缓缓滑到停机坪 台湾自购的58.2万剂AZ疫苗 在下午抵达桃园机场 随即进入仓储存放 同一天下午指挥中心宣布 疫苗平台可以更改意愿登记 更将高端疫苗列入选项 提供20岁以上民众选择 高端就这样很莫名其妙的 没几天就过一位 是你你敢打吗 我不敢讲真的 而且我今天讲的很听点 我选了高端 那我是不是就当白老鼠 当白老鼠就算了 如果你真的怎么样了 政府也不会理你不是吗 高端我们还是暂且 暂且 不做考虑 民众实际上网登记 发现疫苗种类有AZ莫德纳和高端 三项都可以选择 高端更著名是7月27号新增 但民众完全不买单 网路上更是虚声一片 有人觉得自己被当免费三级勇者 有人抱怨BNT连根毛都没有看到 有人直说别人的命不是命 甚至吐槽说我OK你先打 不只对国产疫苗没有信心 对预约平台更是火大 27号上午开放第四轮预约 大家都在等预约简讯 结果有人发现没有收到简讯 也可以直接预约 政策要更明确一点 不要一改再改 而不是在今天已经发生了 大家觉得这个不公平 是已经出来了 然后大家在记者会提问的时候 才在做说明 不宜收到1922的通知为要件 那是一个提醒的信息 白等一个上午有网友大骂 如果傻傻等简讯不就GG了 那填医院表是填什么猫咪的 指挥中心前一天还说会发放简讯 现在又改口说简讯只是参考 民众可以直接预约 这样的神罗集也难怪引爆民怨 记者刘志展林伟 王一仲 台北桃源报道 哈喽 大家早安 我们时间来到早上七点 欢迎持续锁定中天城邦 我是孙玲 好 新闻头条 我们就先来看到的就是呢 我奥会的会哥 昨天是在东京国际论坛展览中心 悠扬地响起 我们的举重女神郭信纯呢 他为台湾夺得了东京奥运的第一面金牌 那这个郭信纯呢 其实他是克服了他左大腿的伤势 结果呢 他是在这个59公斤量级呢 他是以抓举103公斤 停举133公斤 所以总和加起来呢 是236公斤 那他就是在59公斤级是碾压了各国的对手 顺利的摘金 而这三个数字呢 也是这个奥运的新记录 那他也是补齐了他个人金满贯的最后一块拼图 那其实呢 我们再来看看郭信纯呢 他还有其他的这些破了世界纪录的 包含了有四项就是呢 有这个是59公斤级 他的抓举是110公斤 另外呢 停举是140公斤 那总和加起来是247公斤 这个也是他保持的一个纪录 还有就是在女子58公斤量级的时候呢 他的停举是142公斤 那这一些都是他现在保持的纪录 那其实呢 他现在当然也会获得一笔的奖金 那这是国光的奖金加上的助威金 所以一共是2280万元 那他是可以选择一次全部都领 或是呢 他就是终身奉码 那一个月呢 他是可以领12.5K 所以是可以拿这个12万5000元这样子 一个月一个月来领 那目前呢 郭信纯他是说了 这笔奖金他会先用来的是照顾他的家人 所以先好好的照顾家人之后 剩下的钱呢 他是考虑就是要去做善事 因为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行善的人 所以他希望呢 也可以用这笔奖金 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当然还有这张照片 其实呢 在昨天的时候 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因为呢 他的教练也是相当兴奋嘛 这个郭信纯拿到了金牌 他就冲上去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但是当时呢 郭信纯他的表情 是有一点尴尬的那种纠结在一起的那种表情 那很多网友看到就觉得说 是不是这个教练这样的举动 是不是涉及了性骚扰呢 不过郭信纯他是赶紧在他的脸书上面 来澄清说其实不是这样子 两个人的感情是相当相当的好 他当下只是想要稍微闹一下他的教练而已 所以是提醒网友们 千万是不要太过担心 看好了世界 中华奥运会期飘扬东京 举重女神郭信纯的眼角 泛着感动泪光 因为他终于圆梦 站上奥运颁奖台的最高处 奥运金牌是郭信纯唯一目标 抓举开把重量定在100公斤 郭信纯虽然三把只上两把 但抓举103公斤的成绩 早把其他选手狠狠摔在后头 来到擅长的停举项目 郭信纯两次试举 125、133公斤都成功 已经提前拿到金牌 第三把140亿公斤 郭信纯要突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很可惜没能成功举起 郭信纯摔了一跤 但依然露出招牌女神笑容 因为他仍以抓举103 停举133 总和236公斤的成绩 夺下奥运金牌 也创下三项奥运举重纪录 举出冬奥台湾第一斤 郭信纯台东老家放鞭炮庆祝 妈妈和亲友相拥喜极而泣 狂赫女儿夺金 然后恭喜新纯 然后实现他的反观愿望 然后谢谢大家 对他的支持 会这么感动 因为郭信纯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2014年亚运前的一次大伤 郭信纯不慎遭杠铃压道 造成右大腿肌肉70%断裂 一度危机运动生涯 幸好郭信纯屹立惊人 熬过漫长復健 一次又一次震撼世界 逆转人生再战夺金 两度出战奥运都煞雨而归 却成了郭信纯传奇之路的开端 他打遍天下无敌手 世大运 押运 世锦赛 郭信纯都如愿丰厚 更是抓举 停举和总和的 世界纪录保持人 东京奥运一举摘金 完成金牌大满贯 郭信纯会被伤势 从谷底爬起 站上世界之巅 台湾以你为荣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所以我们的举重国手郭信纯 是不负众望拿下了 59公斤级的金牌之后 紧接着的是我国的举重好手 陈文慧 他也是站上了64公斤级的舞台 更是经过了一番的激战 结果收下了铜牌 而他的家人是透过电视画面的转播 除了为铜牌的成绩感到兴奋之外 陈妈妈也是红了眼眶 他透露了对女儿满满的心疼 高举鲜花爱奥运铜牌 我国举重好手 陈文慧在女子64公斤级 已抓举103公斤 停举127公斤 为我国收下本届奥运第六面奖牌 而他的家人在台湾收看转播 也一度摒弃凝神很紧张 好漂亮 陈文慧顺利举起127公斤之后 挑战130公斤失败 排名几到第三 不过随后对手纷纷挑战失败 也让家人放松大声欢呼 陈妈妈更感动到热泪盈眶 为女儿的辛苦感到心疼 只是比起奖牌 家人更在意她的身体 陈弟弟眼间发现 陈文慧场上比赛的脚 有点不对劲 而陈妈妈最后也吐露心声 每次比赛只希望 都要听到女儿报声平安 另外我们同步也要来关注到的是 我们桌球教父庄志渊 他在单打的16强 我国的好手庄志渊还有陈思雨 他们在昨天晚上是同个时间 一起来比赛 其中五届奥运员老庄志渊 他遭遇到的是埃及的选手阿萨尔 面对194公分高的埃及选手 庄志渊是陷入了苦战 最终在苦战的七局之后 是以3比4败下阵来在16强赛止步 而陈思雨的部分则是在女单16强 遭遇到的是大陆的选手孙颖沙 最后是以直落四落败 两个人都是在16强止步 另外也要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的世界球后戴子颖 他在东京奥运的羽球女单 被视为夺金的大热门 那么他已经顺利地夺下了 小组赛的二连胜 下一场呢就是要对战世界排名41的 法国选手 而戴静他也在脸书上面 晒出了一则6秒的自拍影片 画面当中其实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但是脸上的表情 显得有一点点的无奈 他的文章还写下了 他听到呢隔天早上9点 就要比赛是这样的表情 他说早上9点是台湾时间的8点 他就问问他的粉丝们 你们会起来看我比赛吗 有网友觉得可能是对于今天的赛事 期待又紧张 也是立刻引起网友的热议 接着我们关注到的是郑怡静 他才刚在奥运夺下了桌球 混霜的铜牌 人气狂飙 但是现在也爆出了千级的争议 明明是台南人 但是有网友就指控了 郑怡静被台南市府剥夺了资源 逼他是无奈转机到台北市 那么台南市长黄伟哲 他第一时间也来留言了他澄清这些都是不实的消息 那么郑怡静的父亲他也解释说了 会迁及其实五六年前的规划 更是透露了市长也希望郑怡静规划回台南 希望谣言别再乱传 桌球女将郑怡静刚为中华队夺下混双铜牌 21年来最佳成绩就有网友爆出转机风波 网友爆料郑怡静的老家明明在台南归人 却迁及到台北市 怒控是台南市府剥夺桌球资源 逼郑怡静转机 无法忍受政府一面沾光一面剥削 要市长出来面对 黄伟哲在脸书澄清都是不实传言 这个先负集的问题 其实在五六年前 我女友就有规划在台北自残 因为他现在是合复赞助的球员 黄伟哲市长也告诉了我 未来如果有规划的话 他愿意让怡静回到台南市 来一起来训练选手 郑爸爸出面帮市府攻后围 另外一边网友也加码po出 郑怡静和恩师林忠雄的合照 他从小桌球天资过人 是桌球馆唯一女学生 四五年级的时候 在国小就没有对手可以练 我们就是看他也是态度真的 练习的态度真的很好 所以就破例收他 天资好又努力 小小郑怡静很快就可以跟大人对打 这回成功夺下奥运铜牌 人气狂飙 意外爆出转集争议 但就如家人说的 让郑怡静专行下一场桌球团体赛 再为台湾夺下奖牌最重要 既有蓝观彰 台南报道 中华英雄拿金牌 黄克举救女神郭信纯 抓举 停举 总和刷新奥运记录 为台湾拿下冬奥第一面金牌 2024要再战巴黎奥运赛破记录 中间新闻和您一起 为中华队加油 中华英雄和全球最顶尖运动员都来了 淋漓尽致 激励人心 拼战到底 2021东京奥运最精彩中华队加油 请锁定中天各节整点新闻奥运特报 以及每天晚上8点21分 奥运最精彩直播 我们再来看看有谁加入我们了 林金桃有看到你 还有这是张如红 Timmy Cho我也看到了张焕君 还有小炭爱吃的意大利面 跟莲武巴勒草莓 詹小姐也看到了张焕华 今天也有看到你 这个是天气情张子芳 她说中华队辛苦了加油加油 林美慧有看到你 还有林婉儿也来报到了 Clay Wynn 还有呢这个是May Wong May Wong也出来了 还有呢这个是Jesse Lin也看到你了 陈素梅 还有呢谁呢 我看到了这个是Darren887X 那就欢迎大家陆陆续续的加入我们中天城报 那么接下来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昨天公布了最新的民调 是针对苏内阁坚持疫苗采购是有保密条款这个态度 结果呢发现了大概是有五成三的民众他们表示是不能够接受的 而且不能接受的人是比接受者还要多了12个百分点 这也意味着其实过半数的国人并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理由 另外就是针对这一次BNT疫苗的采购事件有将近七成的民众认为是应该归功民间 外交部被踢爆国产疫苗高端7月19号才通过政府紧急授权EUA 隔天马上就行闻9个邦交国驻外使馆说可以送高端疫苗抗疫问友邦意愿 蓝军质疑蔡政府难道请国家之力帮高端消化疫苗 我们要送他人家好意思不接受吗 把他们当白老鼠 在护航高端已经到了走火入魔失心风的一个地步 难道这七八十亿买的国产疫苗 是有包括要来原证给邦交国的吗 那么当初这个预算没有说 你是怕到时候没有人打在到货吗 我有炮轰我们把高端送友邦 人家会不会跟我们断交 也有人说把高端送掉总比我们自己打掉好 高端通通送走反正别给我打就好 主任中心则说大家别担心 就算送友邦也不会排挤国内施打 当然不会因为没有要打高端 所以当然不会排挤到我们的需求 如果到最后是没有半个国家要这个疫苗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自己还要打高端吗 老实讲如果我是友邦 我会觉得你是不是诚心要害我们 你是怎样人口灭绝计划吗 我们把高端送友邦 但另一手却跟比我们穷97倍的斯洛伐克 穷66倍的立陶宛 甚至捷克讨疫苗 蓝军跑红 蔡政府只会脸书喊台湾加油 你怎不敢跟美国喊要莫德纳疫苗 靠他们卷一万剂 两万剂三万剂 这样不减少 像人家日本菅义伟 他跟辉瑞的CEO吃早餐 10月以后两千万给我先进来 人家是吹成这个地步 蔡英文赶快学菅义伟去逼这些疫苗公司 通通进来我们就够打两剂了 蔡政府力挺高端 但如今高官们不但没用力去施打高端 还要百姓跟友邦去帮忙消化高端 没经过三期试验的高端 想要搞疫苗外交 恐怕世界独有 只有陈正茂黎玄台北报道 我们全台昨天是降为二级警戒 但是桃园这边的疫情 却是没有降温的 昨天新增了六例 单日本土确诊数是冲上了全国最高 而且六例当中 只有五例是跟特殊交友圈有关联 另外新竹县也新增了一例 同样也是桃园特殊交友圈的接触者 雾炮车进行喷洒消毒作业 连路旁机车也全被消毒一遍 桃园特殊交友圈确诊者 22号中午搭乘中立客运 一路公车 由于这个路线往返桃园中立 搭乘人数众多 就爬又成为防疫破口 27号桃园新增六例确诊 其中四例是特殊交友圈染疫 两例是家族群聚染疫 今天的六个个案 都是在居家隔离的范围内 全国疫情趋缓 桃园单日Z加6 超过台北新北 成为国内单日本土最高县市 而其中有五例源头都合案 15524有关 这整个案子已经有36人 所以它是一个很典型的 病毒的传播链 案15524交友圈复杂 不断向外延伸 朋友再传染给亲友家人 甚至扩散到职场 总共造成36人染疫 另外还有一例案15695 为家庭群聚感染 足迹也陆续曝光 清洁人员在桃园龙山街 进口商店门口 不断来回攀洒消毒 确诊者在23号中午 曾来过这里消费 环保局也录清销 特殊者有圈确诊者持续累积 投市府没有积极手段 恐怕社区隐形威胁 难讲文 记者刘志展 彭新美桃园报道 台北市有一名约翰红茶 内湖门市的公读生 确诊了 而这个确诊者 他的父亲 也同样是确诊 而且他还是一名 在美国在台协会的油漆工 已经有打过了 两剂的BNT疫苗 北市府27号也公布了 父子两个人的足迹 只见父亲他曾经连续三天 都前往的World Dream 大直电来运动 因此World Dream 大直电现在是停业三天 这个也是World Dream 在微解封的两周内 第四度爆出有确诊者足迹 World Dream大直电停业三天 原来确诊者连去好几天 疫调结果出炉 证明确诊者救世案15681 也是AIT美国在台协会的油漆工 从21号起连三天一大早 都去World Dream大直电运动 在7月25号确诊 三间本身所有的场域都已经清销 接触过的员工也都已经匡列隔离 北市府追查 发现这名个案 就是约翰红茶确诊工读生的父亲 初步研判他是遭儿子传染 由于在AIT工作 明明已经打两剂BNT疫苗 却还是染疫 卫生局匡列18人 包含6名家人 及12名AIT保养组员工 不过为何油漆工有BNT疫苗可打 也引发讨论 外交的单位 他们要施打疫苗 互惠的条约在的 不过从13号微解封以来 World Dream台北战前店 长川店内湖店 以及大直店陆续出现会员 及兼职有氧老师确诊 等于两周来连四报 不值健身房 就连电影院也是不断出现 有确诊者足迹 台北长川国宾影城铁门拉下 暂停营业三天 因为确诊者到这里看过电影 24号确诊的案15682 在22号晚间到这里看黑寡妇 北市府安排12名员工做PCR检测 另外透过实联制 联络同场电影的10名观众 你一个油 你就很多人就会传染啊 我现在知道 我可能就绕道而已 除了长川国宾观影民众确诊 先前精湛威秀 也有验票原染疫 其二期降级后 更多公共场域开放 防疫措施务必做好 才有办法守住疫情 这台北综合报道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台湾民营基金会 昨天公布了最新的民调 是对六都市长防疫的表现 50.3%觉得新北市长侯友宜 表现比较好 其次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30.4% 另外29.4%的民众 觉得是高雄市长陈其迈 侯友宜是澳市群伦 人居第一 被肯定度是上升了4.8个百分点 那么对于六都防疫表现 民调是高居榜首 其实侯友宜他是相当的低调 27号的时候 他表示民调的高低 都是虚心接受 最重要的是要记取这场教训 他说呢 因为这场疫情 其实没有赢家 只有输家 所以要把疫情做好 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看到的是 桃园市议会 现在开出第一枪 要来普发现金 桃园市议会的国民党团 他们在27号临时会中 提出了动议 是建议了市长郑文灿 苦民所苦 普发市民 每个人现金5000元 那么获得了五党支持 尽管民进党籍的议员 他们认为 桃园现在已经举债超过了400亿元 普发现金是相当不负责任的 应该要针对生活陷入困境的民众 是直接来发放1万元 但是最后经过大会的表决呢 仍然是以22比3通过了提案 所以持续看到呢 现在我们的疫情 的确是稍微的趋缓下来了 那么正月也传出了 最快在9月的时候 也你要发出振兴券 那民进党立委也喊出了五倍券 但是民调却是一面倒 希望是不要发券 而是呢来发现金 名嘴更是开轰了 说三级警戒69天 其实各行各业倒成一片了 那应该要普发现金 甚至是直接的汇入户头 振兴券再发一次有谱了吗 传出最快9月 将比较去年三倍券模式 以2000元为单位 让振兴券变为五倍 但为何不发现金呢 就连民进党自家立委民调 五倍券支持度三成二 都狂输振兴券加现金 高达6成8的支持度 而且注意到了吗 网络民调里头 竟然没有普发现金的选项 难道是怕民众 领了钱不肯花 但是现金是比较好 那你会花吗 会想要花 还是也会花 我要现金 现金会比较好 Cash直接入存款 你硬券 你光是成本政府要花掉多少钱 去赢的都是人民的纳税钱 那本来就是他交出来的钱 他拿回去花 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所以政府官员 不要再想一些五四三的东西 赶快救人才是最重要 前总统马英九更喊话 赶紧跟进先进国家 纾困金直接会到户头 用最快的方式纾困 让民众有感 还可以减少发券产生的群聚风险 而且动作要快 因为真的有人 快撑不下去了 又要刷保一大堆 你就直接现金发光来处理掉 我真的不晓得 蔡总统跟民进党是在烂什么 就跟你讲很多人没钱 你说以前到现在 我们台湾这样来讲 你什么时候看过 69天两个多月的三级警戒 各行各业哀嚎 倒一堆 三级警戒终于降毁 二级政府纾困 却仍然坚持振兴 只能用劝不能普发现金 人民日子都快过不下去 政府还在紧紧计较 解纵各报道 大家早安 我们时间来到了早上7点20分 又到我们的气象时间 先透过卫视运图 来关系一下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西南风 其实是持续的增强当中 所以包含了中部地区 今天也是会稍微下着一些 局部的短暂阵雨 那南部地区的雨 还会持续的下 而且降雨的时间会越拉越长 所以恐怕一整天 都是有降雨的一个情况 但是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天气就相当的不一样了 这几天都会是非常炎热的天气 那么也因为中南部地区 云层量比较偏多 还下雨的关系 所以高温的部分 大概就是维持在 32到35度左右 但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甚至有一些 是尚看到38度的高温 我们就来看到高温资讯图 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 目前红色灯号的部分 就是台北市 所以今天是有机会上看 38度左右的高温 另外橙色灯号的部分 就涵盖了整个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那尤其花莲跟台东 要特别注意 因为吹西南风的关系 在被封测 所以还是有可能发生 焚风的现象 另外黄色灯号的部分 就是整个中部地区 都是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 所以我们就要提醒今天中部以北 还有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通通都要记得防晒的工作 一定要做好 另外就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那么再来看到 定当杖水预报图 看一下今天的雨会怎么下 其实今天的水气 是明显的增加了 那尤其是中南部地区 因为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关系 所以一整天 其实都是会下着一些 局部的短暂震雨 甚至南部地区雨势 会下得比较长一些 而且雨势会来得比较大 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 中午过后的时候 今天午后热队流 比较旺盛的关系 所以可以看到 整个山区的部分 甚至平地也都有机会 下起午后雷震雨 所以今天要提醒大家 外出的时候 都是要记得西带雨具的 到了晚上的时候 午后热队流就停下来了 所以午后雷震雨 现在都会停下来 但是中南部地区 因为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这个降雨 还会持续的下 而且未来几天 也通通都会下雨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大雨特曝的部分 目前中央气象局 是针对了南投 高雄以及屏东 发布了大雨特曝 那就要提醒 这三个县市的观众朋友 外出的时候 也是要格外注意一些 路况的相关资讯 接着看到的是天气走势图 关心未来的天气变化 那这个礼拜 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那今天开始 西南风是逐渐的增强 所以包含了中部地区 也会开始下一些 局部的短暂震雨 但是南部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除了教育的时间 会拉长之外 就是还有可能会下着局部大雨 甚至是局部豪雨 那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但是另外就是有低压 要发展起来了 而且这低压不排除 又会形成下一个台风 我们会持续的帮大家密切的关注 但是低压发展起来呢 就代表我们的大气变得更加的不稳定 所以也更容易下雨 因此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全台各地都是有机会 下起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最后还是以南部地区 降雨会来的比较明显一些 最后关键字 我们要来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开始西南风是逐渐的增强 那么南部地区会开始下的震雨 甚至是雷震雨 那中部地区也会开始 下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但是跟中南部相比之下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天气 是比较稳定一些的 白天没有下雨的时候呢 天气是相当的炎热 所以外出的话 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以上这一节气象资讯 听给您 百味医师食用油感 红磁磷虾油富含 Omega 3 DHA EPA 虾红素葡萄籽萃取维生素E 和红磁等副方成分 并经英学大学12周人体实用研究 能够有效调节胆固醇和血脂 中天电视提醒您身体健康 才是人生人动力 以上资讯由 赋方358红磁磷虾油赞助播出 台湾大学博士论文指出 蜂胶具有抗肿瘤 抗氧化 抗发炎 免疫调控 抗病毒 以及抗菌活性 台湾蜂胶拥有丰富 Preneal Flavin 1 类黄酮化合物 具有强效诱导多种癌细胞 自我凋亡 以及抗氧化的活性 台湾蜂胶之多分类 尤其是Propylene A 可以有效促进神经干细胞存活 选择台湾在地优良产品 安心 有保障 以上资讯由JVITA全能封胶 农粹胶囊赞助播出 好我们再来看看 有谁加入我们了 我看到这是400XTRA 好我有看到你 然后呢 有人好像在问说 穿短袖会不会冷呢 好目前是不会冷 这个是Yippie 好Yippie我觉得 我有一阵子没看到你了 魏宗正还有 郑仲佑也来加入 我们路过的Lear One 有看到你 还有呢 这个是Eric Chow 我也看到你来报道了 胡玉瑶 还有叶大雄哦 然后呢 这个是李善之 Kiki Lee 也看到了MMTB303 还有呢 这个是加龙的斗内 他说空姐小汤圆早安 好感谢加龙的斗内 Jimmy Tom 我也有看到你哦 好那就感谢大家 陆陆续续的加入我们陈君怡 还有梁腾云 黄明坤也都有看到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持续关注到我们东京奥运的赛事 那桌球男单的部分 周华队小将林云儒 他在昨天的时候一日两战 在32强取胜之后 下午的16场赛 他面对的是巴西的选手 古斯塔夫平紧 那么林云儒他在前三局 分别是以11比5 11比7 11比2 大比分差拿下 那在第四局的时候 是被古斯塔夫平紧 是以11比9扳回一城 第五局两个人是持续的拉锯战 一度落后的古斯塔夫 他是追到了9比9平手之后 连拿两分 是以11比9再度的延长的战线 来到了第六局 林云儒他是一度被对手 以10比9取得局点 不过随后他是以13比11 逆转胜出 也顺利抢下了8强的门票 另外还要关心到羽球的部分 林云佩他们生涯首胜 开落了就是印尼世界第一 那顺利的晋级8强赛 两个人的爸爸 他们也是纷纷赶快跟孩子 打电话视讯来通话一下 王麒麟他的父亲 他和他的儿子 其实两个人互动是轻松可爱的 让现场的记者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而李洋他的爸爸对着儿子他说爱你 让李洋他是笑呵呵的回复 现在难道是在讲客套话吗 父子之间的好感情是一览无遗 最后呢 麒麟爸爸呢直呼啊 对儿子是有信心 而李洋的爸爸则是希望 儿子可以突破壮强棋 成功夺牌 加油啊 记得你20岁生日我给你的目标啊 加油 对啊 那些女养生日快到了 所以他那时候 他今年年初给了我一个生日礼物 今年很快 现在我们想要送他一个生日礼物 但还在努力中嘛 是是是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对对对 对对对 最后一个人 他爱合照 爸爸在你后面 所以刚好跟你可以合照 这样子 可以吗 可以 拍下我们聊天 有什么好聊的 无话可说 我们没有话 我们都是默契 我们无话可说 人家多说 你给我茶快泡丸了 茶快泡丸 茶快泡丸了 很好 你给我4包也太多 我是在河包 正好自己包快结束 然后我们比赛快打完了 刚好泡丸就比赛告结 我今天又买了那个 這個奧運金牌的台啤啤啤酒 喝到結束為止 加油 OK OK 辛苦了 爸爸依你為榮 OK 繼續 繼續為國家爭光 OK 身體還好嗎 我就知道 沒關係 你一定可以客戶了 好不好 爸爸愛你 你這樣一笑話 現在是客套話 對 沒錯 當然興奮 輸了當然就很難過 相信第一場就很難過對不對 然後今天就是比較 平常心就是 反正我兒子剛才也說 自知死地而後生 只有贏才有機會 輸就沒了 我兒子很有信心 另外就是我比較偏向勝敗賓家這場 機會還很多 第一場說吃一場的話 可能太緊張 其他的就慢慢的好 我希望說趁著這個士氣 一直打上去 甚至於可以為我們國家爭的一片獎牌 這樣子 另外我們看到的是 印度的媒體現在是引述了匿名的消息來源 表示在東京奧運女子舉重49公斤 及奪金的大陸名將侯智慧 她是被留在東京要做禁藥反應的抽查 那如果真的被驗出禁藥陽性 拿下該量級第四名的我國女將方婉林 渴望是逮捕獲童 那獲得銀牌的印度媒體 他們就相當關注這些消息 但是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任何確認採檢的結果出爐 另外關心到的是 前晚拿下了奧運桌球混雙銅牌的正義鏡 她在昨天早上當地時間9點出賽 不過賽前被看好的正義鏡 卻是不敵新加坡的選手指步32強 她的父親相當心疼女兒 表示可能是休息的時間太短了 影響表現 疫情的時候她那些檢驗她會打場 因為她有核傳檢驗 那些PCR 所以說很多的事情 並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 所以說我們也想說 讓她睡眠睡眠瘡足一點 但是你看昨天晚上比賽完 跟中國他們又打了七局 然後又再來搬甲 然後你又再來要檢 等待了要檢 然後結果 然後再回到飯店 然後洗一洗 再休息 頂多四個小時 我算算也差不多 你在比賽之前 我說提早一個班小時 在比賽場地 你要做熱身 你還要訓練 比賽前的訓練 這一定都要的 所以說包括小林同事也要 這次都 菜城安法很緊 因為沒有辦法 這單打應該是昨天下午就要打的 所以他已經延後了 所以說鄭教練 家人 一定的教練 有跟東奧 競賽組提出這個要求 更趕時間 但是東奧的回答 因為賽城已經延後掉了 也累到了 中華英雄超級讚 男子團體射箭 湯志娟 魏君衡 鄧宇成 共同拿下銀牌 三個神射手 十分劍 精彩蓮花 睽違十七年 再為台灣男子團體射箭奧運奪牌 中天新聞 與您一起為中華隊加油 中華英雄和全球最底肩運動員都來了 淋漓盡致 激勵人心 拼戰到底 2021東京奧運最精彩 中華隊加油 請鎖定中天各節整點新聞奧運特報 以及每天晚上8點21分 2021奧運最精彩的直播 昨天就開始降級了 是降為二級警戒了 但是民眾要如何安心的 進出一些公共的場所呢 防疫社會理事長王仁賢 他就建議了指揮中心 應該要盡快的推出手機健康碼 那內容就是包含 像是個人疫苗接種的紀錄 或是篩檢報告結果這樣子的資料 那台大公衛流病的 與這個教授陳秀希 他是提醒了 除了要做好 邊境嚴管 那更應該是要提前的規劃 快篩認證的機制 讓民眾要盡快的習慣與益共存 另外看到的是 台北市政府的市場處 他們已經對三萬八千多名的市場人員 造策施打疫苗 但是經濟部就只有提供 有列管攤位一劑疫苗而已 那一共是發配了兩萬七百多劑 但是實際攤位多人經營 所以呢這個現況呢 缺口差距是上萬劑的疫苗 那北市府市場處就呼籲了 經濟部應該要加速的來發配這些疫苗 確保解封之後市場是不會受到疫情的影響 不過經濟部對此他們是表示了 北市自行登載的名冊 那七月上旬已經將疫苗配送完畢 所以如果現在北市府他們還需要 額外的疫苗的需求 應該要儘速的到預約平台來登記 哦 那麼昨天解封首日 很多人當然都是要出去好好的走一走吃一吃哦 那歇夜已久的夜市風景區 是終於盼到了客人上門 今年五月中 北市萬華茶市爆發的群聚感染 那熱區周邊的蒙甲夜市啊 烏州街 廣州街 華西街 以及西昌街等五個夜市 是陸續的自主停業 也長達了兩個月 昨天終於迎來解禁 另外是金融廟口的夜市攤商 也是陸續的擺攤 街道是逐漸恢復了熱絡的景象 那遊客就說了 終於是有疫情降級的感覺 不過現在開放的內容 其實還是有一些亂象 我們來看到是屏東後壁湖 也湧進了大批的遊客想要來吃海鮮 但是其實景象讓人看了相當的傻眼 雖然是有梅花座 但是桌上的菜肴是共食的 甚至沒有任何的隔板 所以是明顯違規了 甚至還有客人 他們想要11個人做一桌 那業者就表示 第一天上路 他們對規定還不熟悉 才會手忙腳亂 後期的剩餘片一塊塊冰涼鮮甜可口 熱炒料理再來一鍋鮮魚湯 疫情降級屏東後壁湖 中午時間湧入大批遊客大袋美食 仔細看大小圓桌雖然相距 兩公尺也都有梅花座 但卻沒有隔板 而且大伙人一起吃盒菜 不檢供食 還把隔板放地上內容不合格 OK 我失眠就好了 沒有工具到現在要第一次出來 然後來剛坐第一天覺得 頭髮腳亂 然後好像這也不對 那也不對 雖然業者立刻改善 強制放隔板 但共識問題還是沒解決 甚至有一團遊客11個人 想全部擠一桌 被店家拒絕 立刻掉頭走人 11個然後也是太小了 除了厚壁湖海產店 屏東市區的早午餐店也發生 媽媽帶著兩個小孩吃早餐 但沒棉花座也沒有隔板 同樣不合格 但是在高雄 同樣是早午餐店 一張桌子只坐一個人 桌子間隔1.5公尺 整間店只坐四個人 內用合格 台南知名羊肉店 因為隔板大缺貨買不到 也是一桌坐一個人 桌子間隔1.5公尺 同樣合格 說實在話 很多店家生意還是一樣非常不好 店家生意看似好轉 還是跟以前差很多 但有內用就有希望 只能繼續撐下去 等疫情完全解封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 而瓦瓦水神公益加水站 配合這個三級景點 其實是免費的提供民眾 可以來拿這個水神 是到7月31號 中天大樓的提取位置 在大樓左側警衛亭旁邊 全台一共是有50個取水站 您可以在中天直播影片 下方的資訊欄 找到查詢的連結 也能夠上水神的官網來查詢 瓦瓦水神抗軍益提醒您 保護自己就是保護家人 接著我們看到的是 廣告天后林美秀和主持人 吳淡如合體代言的 皮皮石墨西懶人速崩褲 一推出就熱銷超過3萬件 但是讓人好奇的是 不同的身材 體型的人是怎麼穿得下 同一條的褲子呢 我們一起來看 他彈性很大 以為小小的 哇 一拉起來 很好拉 完全不崩 讓藝人林美秀 讚賦絕口的就是這一件 百分之百台灣研發製造的 石墨西染人速崩褲 超強彈性 不管你是22吋 還是46吋的腰圍 穿上它就能展現美型 看 看它可以聽到這裡 這個就是含有石墨西 對 然後我們用特殊的雞排 然後是Benz 特殊的組織 所以說我們傳語可以從S 一直穿到OXL 業者將諾貝爾籍材料 石墨西導入紡織布料中 再透過價值千萬的 特殊紡織機台 五分鐘就能製成一條褲子 但仔細看 褲子上還隱藏著特殊紋入 我們後面有這U型的 是以體肚的功能 大腿這邊 橫線的就是有壓力 有壓力的功能 讓你穿了就能輕鬆速身 TP石墨西懶人速崩褲 一退出就熱銷超過三萬件 網路上更出現一波 劣質材質製造的仿冒品 呼籲消費者 要到有認證的平台購買 以免傷了荷包還引起皮膚過敏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支持中天支持幼症的好朋友 現在疫情嚴峻 你可能還沒有打到疫苗 但儘管如此 也請你好好的照顧自己 保護家人 在這邊我要推薦中天 品牌合作紅板JVITA 他們的JVITA 全能封膠濃脆膠囊 可以調節生育機能 促進新陳代謝 揚言美容幫助入睡 當然正常發揮所有的觀眾朋友 有專屬優惠 現在買兩盒送一盒 我另外幫大家爭取福利 限定優惠500組 費送營養師名選一次 還有台灣小農純天感天感 佑正成績的邀請您 來加入我的會員 讓中間新聞 讓王佑正永遠正常發揮 新聞隨時隨地帶著走 國內全球信息一搭抓 從天上飛著 地上走的 草原爬的 水裡遊的 從政治 經濟 國際 網路列情 社會案件 生活訊息 在中間Facebook通通都可以帶著走 中天新聞可以用聽的 這樣我就更生氣了 看的 讀的 與其他好友 一起分享 請大家一起支持 中天新聞臉書 按讚 追蹤 一起支持守護 中天新聞監督的力量 桃園八德區國道2號 在昨天下午發生了一起 六車連撞的事故 六輛車嚴重扭曲變形 現場的畫面觸目驚心 消防人員是派出了多名的人力 協助現場的救援 而這次的車禍 一共造成六個人受傷 一人死亡 把時間交給謝淑雅 是的 主播各位觀眾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白色小貨車車頭全匯 車門嚴重扭曲變形 現場畫面觸目驚心 而大批消防人員 拿著切割器 小心翼翼切割著車門 試圖救出卡在裡面的駕駛 好 來 三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那經過消防人員 一系列的救助及救護處置之後 陸續將這七名傷患 分別送往 布陶 長庚及聖寶路醫院 此次追撞事故 共六人輕重傷 一人死亡 警方派出消防車 救護車共12輛 現場一度回堵5公里 影響下班車流 經警方調查現場駕駛 皆無酒駕 車禍詳細原因仍有待調查 以上最新主播 台灣的奧運舉重選手郭信淳 是為台灣摘下了本屆奧運的 首面金牌 抓舉103公斤 停舉133公斤 總合236公斤 拿下了女子59公斤 舉重金牌 也完成了舉重生涯大滿貫 擅長模仿藝人的無尊 她就在臉書發文 拍照片跟她致敬 她分享出了四公格的對比照 不管是微笑的角度 還是表情的神韻 都是模仿的相當到位 那其實她說 早就拍好了 但是呢 先不罰就是怕影響到 郭信淳的比賽心情 另外看到的是 中華隊選手羅嘉玲 她在25號的時候 在冬奧 抬拳道57公斤級 是踢出了銅牌的亮眼成績 亮眼外型 也被外界封為 國民女友是一戰成名 但是想不到 現在竟然是有網站 合成了她的奪台照片 還拿她的身高做文章 就寫著羅嘉玲183公分 是如何做到的 又附上了中央的轉股資訊 就被網友質疑 根本就是鬥用宣傳 19歲跆拳道甜心羅嘉玲 在冬奧女子跆拳道 用多57公斤級銅牌一戰成名 沒想到短短兩天 竟用網站合成她的奪牌照片 疑似替自家商品打廣告 引發不小爭議 中央在網站貼出這張斗大照片 仔細看竟是用羅嘉玲奧運 比賽照片合成 旁邊還寫上 跆拳道長不高嗎 銅牌羅嘉玲183公分 如何辦到的 下方更披上中央的LOGO 讓許多人質疑 這根本是鬥用羅嘉玲照片 來宣傳中央轉股商品 別人總是羨慕我去過很多國家 其實我反而羨慕同學 可以隨心所謂的享受美食 因為我不能隨意的吃 我必須控制體重 為了實現奧運奪牌夢想 努力維持體態 想不到卻遭有心人士 拿來做文章 網頁不只P圖 還寫上轉股內容 被質疑拿羅嘉玲打廣告 羅嘉玲的哥哥發現 後直呼太惡劣 我是一名跆拳道國手 我不是喜歡跆拳道 我更想要成為世界級的 跆拳道國手 天美外表踢出好成績 羅嘉玲才被封為國民女友 想不到卻衍生倒照爭議 18號該網頁已經緊急撤除 也在粉專澄清 只是分享知識並非賣藥 但不同的照片置入舉動 早已引發網友反彈與爭議 記者綜合報導 中華英雄超級讚 黃鶴跆拳道19歲女將羅嘉玲 勇奪銅牌 羅嘉玲首次參加奧運 過關斬將為台灣奪牌 展現出身之賭 不為虎的氣勢 中天新聞與您一起 為中華隊加油 上班鳥是一堆上課緊繃一天 三不五時還要面臨情緒勒索 人生怎麼那麼難 你的好朋友上線啦 一個專門替你補水 一個專門讓你抒發的新天地 不論是聊天室留言 還是加入LINE群組Call in 好朋友始終在你身邊 平日晚上週末下午 你的好朋友準時上線 好了美國鬆綁口罩令 我們先來看這一部分 才兩個月 現在因為Delta變異株疫情 在各地蔓延 從中央聯邦政府開始 說是要收緊口罩措施 包括總統拜登說他正在衡量 是不是應該要強制聯邦政府雇員 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現在白宮新聞秘書沙奇說 政府其實還沒有確定 拜登要強制聯邦雇員接種疫苗 因為他還在想 這個部分是不是合法 而拜登在白宮發布 另外一份聲明當中說 他計劃29號宣布下一步的措施 要讓更多的美國民眾施打疫苗 拜登是在CDC5月13號 宣布完成接種者 可以摘下口罩之後 他就很少在公眾場合佩戴口罩 而白宮例行記者會上 其實也取消了梅花座 增加參與記者會的記者人數 而且包含官員和記者在內 大部分人都是沒有戴口罩的 現在彭博社報導 美國過去一個星期的死亡人數 大為增加了48% 而一天平均239人死亡 住院人數也在增加當中 CDC指出Delta變異株病例佔 全美所有已經基因測序列的83% 另外因為病毒在室內空間迅速傳播 美國疾管預防中心的政策更是法夾彎 原本5月更新的防疫指南當中指出 已經完整接種疫苗的人 除了搭乘大眾交通運輸之外 在醫院這些有例外 在室內大部分的情況以及室外 是不需要戴上口罩的 但是一直到上個星期 CDC都還堅持這項決定 Delta變異株現在改變了CDC的態度 路透社和華盛頓郵報的報導 美國CDC主任瓦倫斯基 將會宣布更新防疫指南 逆轉口罩政策改為 建議已經接種疫苗的人 在室內一些情況下 還是必須戴口罩 因為根據CDC提出的最新數據顯示 已經接種疫苗的人感染Delta變異株之後的病毒量 還沒有接種疫苗感染的人相當多 更令人質疑說 這個打過疫苗的人在感染後的病毒傳播力 現在美國新增的確診病例 超過九成都是感染Delta變異株 尤其是疫苗接種進度緩慢的地區 現在是感染Delta的熱區 專家先前也建議將戴口罩 是不是戴口罩和當地這個疫苗接種率 還有平均人口感染住院率 這些指標全部都掛鉤 這些指標是被認為 在評估疫情擴散程度上 比平均人口感染病例更為可靠 根據病毒學這個期刊 最近有一篇報告就說 感染變異株Delta 這個患者在第一次檢測病毒量 是去年第一波疫情患者的1000倍 散播的病毒量也更多 因此造成這一型的病毒株的傳染力大為提高 那麼以色列是在6月的時候 也是因為Delta病毒株造成疫情反轉 恢復了才解除10天的強制戴口罩令 接下來我們要先來看一下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上任之後 第一次訪問新加坡 他在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 IIS舉辦的這個 複利敦盾壇發表演講 奧斯汀他強調 美國和盟友夥伴的合作關係 以及提倡開放自由的區域 同時奧斯汀也指出印太區域 看到一些不符原則的行為 點名中國大陸批評大陸 對南海的廣泛海洋主張 沒有國際法依據 也指出大陸不願以和平方式解決紛爭 不僅是在南海議題上面 也包括以軍事動作脅迫台灣民眾 美國和台灣合作願意協助台灣 強化抵抗威脅的能力 而針對中共軍機的軍艦頻頻繞台 奧斯汀也回應 說沒有人願意看到關於台灣的現狀 被單方面改變 那我們現在來聽聽看美國國防部長 在新加坡的演講片段 在新加坡的民族 和其他方式的行為 對台灣的行為 和其他方式解決 對台灣人的行為 對人民的民眾 對我們相關於西漢 而我們是在新加坡的上衛生 提供的方式解決 對因為台灣的行為 和制裁和激況 保護了我們的行為 項法 在台灣的交流 與中國的行為 再來看的是越南衛生部 通報新增7911例本土病例 已經是連續5天 每天都有超過7000人染疫 值得注意的是這當中說 昨天27號有大約1000例的 社區感染病例 而其他都是在封鎖區內 傳出來的感染病例 越南官員說 越南已經和日本製藥公司 研演藝簽署了疫苗際轉合約 以計轉生產的方式 來進行新冠疫苗的生產 但是並沒有透露產量 而全越南63個省市 現在說已經有62個省市 淪陷了超過11萬人確診新冠 印尼衛生部也說 印尼原本是以科興疫苗 為主的接種計畫 現在也正在考慮 要實施第三劑加強針的計畫 因為印尼的研究顯示 兩劑大陸科興疫苗 產生的抗體隨著時間慢慢減少 印尼說根據這個星期發表的 一項臨床研究數據 接種第三劑疫苗 將有很強的加強作用 可是研究人員也聲稱 現在還不清楚抗體的減少 是不是會影響疫苗的效力 而免疫諮詢委員會 現在建議在接種第二劑之後 12個月要施打加強劑 可是也沒有表示 會採用哪一款疫苗來作為加強針 從6月以來 印尼已經有幾百人 都是醫護人員染疫死亡 其中大部分都是完成接種 兩劑的大陸科興疫苗 跟大陸有關的是 大陸昨天27號也有公佈疫情 新增31例本土確診 而且都是來自江蘇 南京也通報 引發這一輪的疫情 就是Delta變異株造成的 南京市的疾控中心CBC說 Delta變異株有新的特點 請注意就是幾個 包括對身體的適應力增強 傳播速度加快 病毒載量比較高 治療時間比較長 也比較容易發展成重症 而這次疫情大部分 和南京入口機場高度相關 疫情的破口是 機場外包公司的清潔人員 還說機場在日常監管當中 並沒有做到位 沒有把境外和境內的清潔員 進行嚴格的人員分隔 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 指揮部最新公告 現在全南京市零售藥店 要暫停販賣 退熱 止咳 抗病毒以及抗生素等四類藥品 同時全南京市也要暫停 KTV健身房電影院 游泳館酒吧席域 還有麻將館棋牌室 這些密閉場所的營業 搭乘公車也要驗馬掃馬 現在在日本東京奧運的現場 日本網球名將大阪直美 也是東奧開幕式的 點燃聖火選手 在女單第三輪賽事爆冷門出局 她坦言說輸球感覺很糟糕 想把金牌留在地主國日本的壓力 真的有點太大了 澳洲的世界球後八弟和白俄羅斯好手 沙巴連卡相繼出局之後 大阪直美就表現失常失誤連連 比賽68分鐘吞敗 手握四座大滿冠軍杯 大阪直美說每一次輸球都會很失望 她說一切都搞砸了 如果你有看比賽的話 那可能就有看到 我感覺原本十拿九穩的事情 現在卻變得沒有把握了 大阪直美在5月的時候 曾經說過 因為自己心理健康問題 拒絕出席法網公開賽的記者會 因此當時就遭到罰款後宣布退賽 之後也選擇不參加溫網 同時她透露她自己是為憂鬱症所苦 但是會回到日本來出戰冬奧 她說因為這一次是第一次參加奧運 所以壓力有點太大 同樣因為心理因素的還有這一位 美國體操天后拜爾斯 她是2016年里約奧運四面金牌得主 她說是因為擔心心理健康 因此才退出冬奧女子體操團體賽的決賽 拜爾斯說體操不是一切 但心理健康比運動更重要 因此她要必須關注自己 24歲的拜爾斯在俄羅斯對 擊敗美國隊奪得金牌之後說 她必須做出對自己而言對的事 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心理健康上面 而拜爾斯在比賽開場的跳馬 項目表現說是乏善可乘 隨後她短暫離開競賽的場地 但是美國隊這個時候就立刻換人 當她回到場地上的時候 也沒有再上場 拜爾斯說她在跳馬項目之後 就感到非常的失落 有必要就在這個地方打住 同時也強調 這是她自己的決定 並不是教練的決定 拜爾斯說她曾經遭到 美國體操代表隊前隊一的幾百 就是性侵了幾百名的選手之一 公開談論她跟憂鬱症 搏鬥的一個經過 她同時在冬奧登場前也說過 她自己來到冬奧之後 壓力就開始變得很大 最難堪的就是她覺得 她現在不是在為自己做體操 而是為世界其他人而做 說這段話的時候 其實拜爾斯就哭了 一度是忍住淚水 甚至還強忍著跟隊友開玩笑 你想知道最大位的國際時事分析 或者是最精準的國際趨勢解讀嗎 請立刻訂閱全球大視野頻道 中天電視頻道首頁底下的頻道精選 第二個就是全球大視野 請大家立刻點擊進入訂閱按讚 分享開啟小鈴鐺 而在您瀏覽頻道影片之後 也請記得按讚留言 請大家來衝一波訂閱全球大視野 第二則我們看到是疫苗預約平台 在昨天上午開放第四輪疫苗接種預約 但是許多的民眾都在等待預約的簡訊 沒想到有人發現沒收到簡訊 也可以直接來預約就火大抱怨 另外大家還發現新增的高端 但是沒有人想選 因為不想成為白老鼠 華航班機緩緩滑到停機坪 台灣自購的58.2萬劑AZ疫苗 在下午抵達桃園機場 隨即進入倉儲存放 同一天下午指揮中心宣布 疫苗平台可以更改意願登記 更將高端疫苗列入選項 提供20歲以上民眾選擇 民眾實際上網登記 發現疫苗種類有AZ木特納和高端 三項都可以選擇 高端更著名是7月27號新增 但民眾完全不買單 網路上更是虛聲一片 有人覺得自己被當免費三期勇者 有人抱怨BNT連根毛都沒有看到 有人直說別人的命不是命 甚至吐槽說我OK你先打 不只對國產疫苗沒有信心 對預約平台更是火大 27號上午開放第四輪預約 大家都在等預約簡訊 結果有人發現沒有收到簡訊 也可以直接預約 政策要更明確一點 不要一改再改 而不是在今天已經發生了 大家覺得這個不公平 是已經出來了 然後大家在記者會提問的時候 才在做說明 不以收到1922的通知為要件 那是一個提醒的信息 白等一個上午有網友大罵 如果傻傻等簡訊不就GG了 那填醫院表是填什麼貓咪的 指揮中心前一天還說會發放簡訊 現在又改口說簡訊只是參考 民眾可以直接預約 這樣的神邏輯也難怪引爆民怨 記者劉志展林英偉王一仲 台北桃園報導 提醒大家下一個小時 記得要雙開到中天新聞頻道 持續鎖定中天晨曝 從我們來看到7月27號 全國降級第一天 台北市就湧現了大量的人潮和車潮 市長柯文哲就說 看著他簡直是心裡發毛 就怕會重演日本東京的四度封城 車廂門一開湧現滿滿人潮 降級第一天通勤時間 旅客急爆台北捷運中校復興站 上班族人貼人零距離 對比降級前後人流量天壤之別 人流車流都出籠 這景象看著台北市長柯文哲 差點傻在那裡 日本解封後又四度封城 台北市打算逐步放寬 柯文哲坦承若嚴格進下去 恐怕很多人活不下去 柯文哲多次拋轟高端拿EUA 根本有問題 如今高端直接進入施打平台 甚至還要送給國際 但除了民進黨 國際上誰會認同高端 柯文哲話說得難聽 有效沒效我不知道 疫苗護照會比較出問題 因為在國際上要拿到認證不容易 應該說很困難 台灣如果要送給外國 外國要用那也很好 也沒有說不好 高端若真正棒缺疫苗的台灣 怎麼會捨得送出去 一屆出身的市長 每一天都忍不住戳破 國王的新衣 記者張昭彭時光好 SNG小組 台北報導 上午8點鐘 大家早安 我是齊燕營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中天晨報 這一節有雙開提醒大家 一起來子頻跟我們聊新聞 新聞一開始帶你來看到的是我左手